3045159265357什么9793238 买到三元的派富香嘛 没有前途 有没有前途的知识 往往会被大家觉得是无用知识 不以结婚为不及的财量就是耍德皇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苏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不知道大家在被这个函数与导数 解析几何 折磨的夜不能寐的时候 有没有产生一个疑问 就算学会了函数与导数 也不如我妈会买菜 就算学了高等数学 双十一还不是得掏出手机 拿出计算器来计算满减优惠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学这些 看似复杂却没有用的知识呢 在清华经管学院 2012期本课生的开启典礼中 当时的院长秦仪教授在致词中说 在我们新的培养方案中 有一些课程看上去是无用的 就是说对你找实习找工作没有什么用 甚至对你今后若干年的工作 可能都没有什么用 清华有更多这样的课程 但是这些课程可以帮助你提高品位 帮助你理解人生 甚至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 发挥影响不到的结果 其实我觉得知识的有用和无用 并不取决于知识本身 而是取决于使用他的人和使用的目的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 先不批判这个婚恋观如何 但是它反映出了当代社会是一种 有没有用有没有结果来衡量事物的价值 所以一些没有前途 有没有前途的知识 往往会被大家觉得是无用的知识 而有用的知识则相反能得到另一样见影的回报 在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 明显可以看到 红牌专业的吸引力 薪资 未来发展前景 远远不及绿牌专业 所以被使用价值更高的绿牌专业 这是可能会获得更大的青睐 也会让你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绿牌专业 绿牌专业比如说 信息安全 软件工程 信息工程 网络工程等等 红牌专业比如说 绘画 音乐表演 应用心理学等等 大家可以看看你自己学的专业 是属于红牌专业 还是绿牌专业的在弹幕里告诉我 从小我们就位家长唠叨 你要好好学习 好好读书 考上一个好大学 找一份好工作 长大以后又看一个小时代 李故里说 没有误决的爱情 只是一盘沙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功利主义 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 上到大学之后 很多人都在不断弱化 自己对于知识的好奇心和探索能力 从而迎合社会所需要的成功 去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 那么无用知识真的没用吗 无用知识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创新事物的蓄水池 乔布斯在初学之后 曾经旁听了书法大师 罗伯特·派达迪路的书法课 迷列上自己的设计 在当时可能这样的爱好对他来说 并没有什么用 然而在他后来设计第一台电脑 麦金塔电脑的时候 这些知识就派上了用场 他亲自参与到自己的设计中 然后这也成为后来 麦金塔电脑的核心卖点 在当下看似无用的知识 却成为后来很重要的灵感来源 就好像前面其影医院长 提到的观点一样 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现在生活中 每一个熟知的事物都有可能 是我们在未来的时候 引发某一个巨大能量的引擎 第二 学习一些开刺在生活中 无用的知识 可以构建更完整的世界体系 像一些基础学科 数学 物理 化学 社会科学 哲学 历史 原文等等 对比一些实用学科而言 可能会偏理论又比较枯燥 但没有这些基础学科的研究 电脑不会出现 你也就不能为中国的网购事业 贡献一点力量 许多为人类生活提供便利的智能家具 也就不会被研发出来 比如说洗碗机 洗衣机等等 也就不能够理直气壮的隔游摊了 特别是像现在一个 越来越偏向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时代 很多机械化的工作 都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而不会被取代的 只有人的这个思想价值 人的思想价值的作用也会让人明显 所以多学一些人文学科 可以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 学习基础学科的知识 可以帮我们构建一个 更加完整的世界体系吧 第三 学习一些无用知识也可以让生活更有趣呢 你们都知道圆周率吗 来 弹幕你们可以比一下 看谁能够背到圆周率的小数点后更多的位数 我当时只记得3年1 451 592 65357 什么979 3238 不记得了 据说现在已经计算到30万亿位了 那我们不做可怜的人 知道这个数字有什么用呢 你还别说真有用 比如麦当劳的派对 就在每一年的3月14号 那一天买各种可谓的派 只要几块钱买到3元的派不香吗 我发誓这个真的不是广告 我也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 比如说无用但有趣的冷知识 每天一个冷知识等等 打开看是一些 比如说微软开发和设置扫雷游戏的目的 是为了教育用户用鼠标快速精确的点击 这和电竞选手的训练精准度也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用英语数数从1到b点 b这个字母才第一次出现 不信你自己去数一数 你的英语绝对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就是这些比较偏门的 不是千变一律的有用知识 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才会有多种多样的东西 才可以从各种途径去输入新鲜事物 这些看起来奇奇怪怪的没用的知识点 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更有趣的一面 那么应该如何对待自己所学的知识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要发展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不要被短期内知识是否有用的一个评判标准和想法 阻碍了自己想对感兴趣的事物更探索的一个决心 我觉得只要你能从你感兴趣的知识中获得乐趣 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好比以前打游戏就被家长觉得是不务正业 但你看现在电竞选手也是一份很好的职业 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 今天我们学校线上开了一个课程计划叫做未央计划 它的宗旨就是希望各专业的同学 可以去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程 不畏高级点也不畏学分级 我看到它的课程总结 有一些理工科的同学呢 在法律的课堂上可能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 也有一些文科的同学会去选学籍的氧化物质门课 还有个同学在不同的课堂上 找到了自己做本专业研究的一些灵感 大家都可以肃心而问道 纯粹以求学 那第二呢 我觉得在学习知识的时候 不要太急功近利 不是学任何东西都是为了要考证 生活不仅有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嘛 多涉猎不同的领域 有助于产生新的想法 你每涉猎的一样东西 都是你的这个知识储备库 也许说现在用不到 但万一某一天你就用到了 如果一直急功近利值 考虑当下的话 可能就会错过很多严肃的风景 当然第三 也要增加自己的信息筛选能力 因为在信息爆炸的年代 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源 其实一种混杂 有很多 我看到网上有超多什么 清华北大名师教你 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超级多这样的网课 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甄别能力 同时呢 因为碎片化时间比较多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每一周你可以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来深度的进行一些阅读 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和思考能力 去学习一些真正有益的知识 最后呢 有一句作文素材经常被引用 就是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们所学的知识 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场合发挥作用 也可能这一辈子它都不会发挥作用 但是如果一直以知识是否有用 作为学习衡量的一个标准的话 可能人生真的会丧失很多乐趣 总之呢 遵循自己的内心 去学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做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